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根據外媒引述的消息所說 就說蓬佩奧和楊潔篪將會在6月17日即是明天 在夏威夷會晤 而在會晤的前夕 朝鮮半島的局勢竟然急劇惡化 兩件事在時間點上未免過於巧合 根據韓國統一部證實的消息所說 就說朝鮮方面在下午2點49分時 就炸毀了位於開城的朝韓聯絡辦公室 實情這個辦公室就是根據在2018年 兩韓所簽訂的板門店宣言和平壤共同宣言 所設立的一個聯絡辦 現在朝鮮方面就是單方面把他炸毀了 事實上朝鮮今天的舉動 早在3天前已經作出預告 當時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宇正曾經說過 說在不久的將來 韓國將會見到毫無用處的朝韓聯絡辦公室 將會變成一片廢墟 好了 現在最終自我應驗預言實現了 當然炸毀位於開城工業園的朝韓聯絡辦公室 只不過是朝鮮第一步 往後還會有更多的後續行動 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 今天通過朝中社發表一份新聞公佈 宣布了將會在朝韓的非軍事化地區重新部署兵力 並且會向韓國方面散發傳單 此外在2018年的時候 朝韓雙方所簽訂的平壤共同宣言當中 確認了說雙方要在朝韓邊界陸續拆除邊境哨站 現在朝鮮方面決定對於已經廢除的哨站 將會重新派兵進駐 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說 朝鮮正在密切注視目前日趨惡化的朝韓關係 同時亦會做好充分的準備 為黨和國家所採取的任何對外措施 提供可靠的軍事保障 此外 朝鮮人民軍正在研究一項行動計劃 以採取措施讓人民軍再次進駐 在雙方協議之下已經解除武裝的地區 將前線變成要塞 並且進一步提高對韓國的軍事境界 朝鮮方面將會迅速執行上述的選項 而且制定軍事行動計劃 以取得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批准 雖然朝鮮方面沒有說清楚 將會駐軍在哪一個非軍事化地區 但根據韓聯社分析 他們相信朝鮮將會再次駐軍去開城和金剛山地區 實情開城距離首爾只不過是50公里遠 若然朝鮮人民軍要開附到韓國 開城就是其中一個煙喉要道 現在朝鮮單方面的舉動 其實已經等同於撕毀了朝韓雙方 在2018年所簽訂的板門店宣言 以及後續再簽訂的平壤共同宣言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在板門店宣言當中有這一條 就說朝韓雙方將會在開城地區 設立雙方官員常駐的共同聯絡辦公室 以加緊官方協商 並且確保民間交流合作順利進行 那麼今日下午朝鮮單方面炸了這個辦公室 就已經等同於違反了板門店宣言的第二條 而且第四條也說明 說雙方要停止一切的敵對行為 保證互不侵犯 自2018年5月1日起 就停止在軍事分界線的一切敵對行為 將朝韓非軍事區化為和平地帶 如果朝鮮方面正如人民軍總參謀部所說 要向非軍事區駐軍的話 基本上又是違反了板門店宣言的第四條 等同於撕毀了沒有分別 但是到底韓國方面他有什麼反應呢 似乎他們仍然是想適時寧人的 韓國統一部和國防部都呼籲朝鮮 必須遵守板門店宣言和平壤共同宣言 停止所有的敵對行為 而且目前正在和美國保持緊密的合作 密切地注視朝鮮的一舉一動 基本上人家已經撕毀了這個宣言 但是韓國方面仍然是叫朝鮮想遵守這個宣言 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目前美國和韓國其實是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位置 因為這次就是朝鮮方面主動作出挑釁行為 朝鮮官方的借口經常說韓國政府沒有好好制止脫北者 在朝韓邊界那裡散發一些反金正恩的單章 到底這些單章上是寫什麼呢 根據最新的消息指出 原來那些脫北者就把金正恩的老婆李雪柱的樣子 關注到一些女優的身上 然後把傳單散發到朝鮮境內 根據有些脫北者所說 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激怒朝鮮領導人 當然後來又有另外一些脫北者組織出來否認這個責任 就說是給其他組織來嫁禍 估物論這個消息是堅也好、樓也好 其實都沒有辦法說服得到其他人 單憑這些無謂的傳單 你就可以炸掉朝鮮聯絡辦公室 不是吧?有沒有人會相信呢? 當然又有其他分析說 因為朝鮮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議題上 是談不攏 基本上沒有結果談到出來 於是美朝雙方處於一個膠著狀態 朝鮮方面想美國先解除制裁措施 然後才做無核化 但美國方面想朝鮮先進行無核化 然後再解除制裁措施 故此大家各執一遲 然後韓國方面因為美國制裁的關係 沒有辦法和朝鮮進行經濟合作 但這些因素基本上都不是這幾天才發生 都已經出現了一年多兩年了 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關節眼上忽然間爆發呢? 其實都是說不通的 怎麼都會有一個導火線 但是現在朝鮮方面宣稱的導火線又太過假了 派傳單又可以導致你去炸毀辦公室 是說不通的 朝鮮今天的事件 剛好發生在蓬佩奧和楊潔篪會誤的前一天 在時間點上實在太接近了 難免令人有所聯想 究竟兩件事之間是否有關聯呢? 究竟朝鮮背後是否有勢力 想借助朝鮮半島這個問題 來牽制美國的部署呢? 是否要借助朝鮮半島作為一個談判的籌碼呢? 難免會令人有一個這樣的方向來聯想 更何況就是 美國國務院對朝鮮中斷了和韓國之間的電話熱線表示遺憾 但是朝鮮方面極大反應 就說叫美國最好收聲 否則就確保不了美國總統大選能夠順利進行 這個就等同於是一個軍事威脅沒有分別 當然這個只不過是靠客 就是打嘴炮 但是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也是自從金正恩上台以來 對美發表最強硬的一次態度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之前就算談不完也好 都仍然保持著表面上有一個對話空間 現在基本上又沒有對話空間了 你最好就不要說朝鮮議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是朝鮮背後是不是有一股勢力驅使他們這樣做 才導致朝鮮對於美國的態度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其實美國現在在韓國仍然有大規模駐軍 現在就有23,500名的兵士 美國將會有一個怎樣的回應呢? 倘若朝鮮真的一旦發難的時候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 就算朝鮮不用核武也好 一旦朝鮮半島爆發軍事衝突 美國方面首先會進行一個手術式打擊 就以精確的火力針對特定的目標 實施這個閃電式的攻擊 當然朝鮮方面也是很難去還擊 如果是用這個空中轟炸的形式 基本上朝鮮的所謂彈道導彈 或者是雷達系統由於是太舊的關係 故此朝鮮方面一定是難以招架的 但是如果美國一旦真的去介入的時候 基本上老解又有一個藉口去介入 所以到期時的情況肯定變得很混亂 現在在蓬佩奧和楊潔篪的會面之前 爆出了這件事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要為中方增加一些談判籌碼 另外有些人猜金正恩死了老襯 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現在還未有確實證據說他死了 而且前陣子他才在化肥廠出巡 在這麼多個錄影機的角度下 如果你說他是分身或者剃身 基本上已經流露了很多破綻 而美國方面也沒有什麼必要幫他做隱瞞 為什麼現在主要是由金宇正出聲 金正恩好像神隱了一樣呢 我又覺得他真是聰人一鳴 到時有什麼事要向美國交人的時候 就找金宇正去吧 起碼來說 這個白頭山血脈 金正恩這一系就得以保存 當然這個是我的判斷 大家怎麼看呢 就可以在留言板說說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